欣騰鳳梨博的鳳梨價格慘跌 前總統馬英九特地到高雄大樹鳳梨博的家拜訪 兩人雙手牽緊緊 鳳梨博也切了好幾大盤的鳳梨 讓馬前總統品嘗 全都可以製造 第一球是我的 我是這樣你快點 鳳梨博感嘆馬執政時期 鳳梨外銷大陸新加坡都沒問題 但今年外銷卻因為兩岸關係推不動 回流國內市場 害他的鳳梨產地價平均一台金 只剩下8塊錢 但消費者恐怕會疑惑 為什麼菜市場的鳳梨一斤大約25元 超市的1.2公斤59元 混算下來一斤也逼近30元 我們是必須要還有這些箱子的錢 還有運費 還有他們市場管理費 我們將近三分之一 無論是賣給盤商 或是向張先生把鳳梨送到台北拍賣 都要耗費包裝費 運費以及銷售的人事成本 才會賣到消費者手中 而市面上鳳梨也分三級 外表完美無缺孔 一隻得重達1.7公斤的 才是能賣18-20元的一級鳳梨 但如果表面有缺損 價差一台金就掉到七八元 二三級之間的差別 在於一個肉質飽滿 一個水分多 得透過敲打聲來辨別 鳳梨農說如果消費者想直接跟果農買 因為不是大宗 所以每台金還是可能比產地批發價貴上兩元 但依舊比市場零售價便宜 只不過消費者可能得自己開車 或者請果農宅配 還是得多花一筆運送費用 就看消費者自己覺得划不划算 記者林鄭彦 杜云捷高雄報導